國樂班同學台上全神貫注 投入的認真表演 同學們默契十足 演奏出流暢樂章 高雄前經國小國樂班 二十二號晚間 舉行六年級的畢業表演 緊接而來的是開心碧旅 今年要和五年級的同學 一起前往新加坡參訪 不過部分家長卻相當不滿 國樂班六天五夜的新加坡行程 每名同學費用五萬多元 再加上硬性規定家長一定得隨行 也就是說一口氣得花超過十萬元 才能讓孩子搭上這架參訪班機 不代表每個家長都能夠抽出這些時間來陪伴自己的小朋友去 那小朋友又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出國案都是由我們後文會這邊來做張羅跟規劃筹劃的 帶孩子出國責任重大 造成五年級十八名同學中有十人無法同行留在校內 這個由家長後援會主導籌辦的國際交流 校方真的無法接入嗎 沒有辦法投行出國的小朋友們滿心遺憾 華視新聞車顯示文字圈 高雄報導 哈囉 我是林傳佩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